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大家都以为这时节目播出无望时 才又改名幻姓的呈现了 海选时又阅历了多位知名rapper退赛事情 第一期节目播出后 吴亦凡一改昔日温和形象 化身严厉导师再次惹起了歌迷们的热议 面对实力较弱的选手 吴亦凡面落不难 以致直言 节拍不精确 在我这里是活不了关的 这么严厉直接的态度 让旁边的其他导师感到压力三大点评总结的时分 吴亦凡也是不留情面 一针见血的说 今年我很绝望 去年我没有见到这么多的同样失误的选手 这可能也跟之前不少rapper退赛有关吧 招之优势的说唱歌手流失 吴亦凡坚持专业的态度值得肯定 但他的严厉也的确给他招来了不少废试 最近就有封文说 吴亦凡和邓紫棋在节目录制中发作了不高兴事情 原来是由于有一位歌手得了第一 这让邓紫棋很不快乐 说这位歌手在唱歌时破音了 吴亦凡反驳道 他都嗓尽相似阿姆的唱法 于是邓紫棋猛喝一大瓶水来消化这件事情 邓紫棋的唱功大家众目睽睽 他在《我是歌手》上的成果就是他实力的表现 但是歌迷对邓紫棋在说唱范畴的表现却没有太多理解 不过他在节目中先赞量后倡议 坚持着自然和谦卑 让观众看着十分的舒适 经过这个节目 让更多的人理解说唱 同时开展中国说唱 为群众呈现中国的顶尖说唱 这才是导师吗 和每个音乐人努力的方向 大家说小编说的对吗 好了 小编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成就了一大批有梦想有言心渴望创业的人 月入十万赚钱行业 如果你想月入十万 接着往下看完 点击下方了解更多